大家好我是Joeman 那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經濟場的一個很知名的一個組法 叫做所謂的雷卡隊 那雷卡隊顧名思義呢 就是以卡爾作為核心 然後做雷屬性的一個編隊 那卡爾是誰呢 他在排版聊到召喚師 我想 大家都知道 我不用多做介紹 那這是我的卡爾 我的是四星卡爾 待會呢我打的一個RP 或是戰鬥全部都是四星的 那雷屬性我選了哪幾隻 第一個是藍貓 藍貓我就有三星而已 重點是我剛才 我剛打的時候技能都還沒點滿 這超好笑的 技能都還沒點滿 結果還能打贏 所以其實雷卡隊的 潛力是非常非常強的 三星的藍貓 我還沒有換到四星或五星 那雷屬性另外一隻核心的比較 難 入手的 比較需要花時間練的就是我們的這個閃電幽魂的 覺醒的閃電幽魂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閃電幽魂他 除了 原本就有非常多雷屬性的招式 你看到這邊有一招兩招三招 還有 覺醒的技能 總共有四招都雷屬性 你看到他覺醒的 技能電磁力場 一次可以炸掉對方540的能量 而且是全體 各位 非常非常的強大 540能量 等於是說 炸掉了一半以上的能量 讓對方 短時間內沒辦法把大絕打出來 所以是非常的好用 那 其他的幾隻元素英雄 其實就 不是那麼的一定了 你可以自由搭配 那我後來搭的是雙頭龍 還有這個鳳凰 那其實雙頭龍跟鳳凰是有一點 做雷卡隊有一點點的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雙頭龍 他有冰屬性在 所以其實有機會打出 火元素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這是比較麻煩的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一般機器場的機場 我剛剛是打到第一名的 但是馬上被鋼下來 因為雷卡隊的一個特性是 你用他做防守 非常容易被針對 因為包括用敵法 或是用換刺的隊伍 基本上雷卡隊是很難打贏的 所以各位待會我們用雷卡隊 打的隊伍都不會有換刺或是敵法 基本上是很難打贏的 但是敵法不用擔心 基本上我的經驗我的伺服器現在前30名 比較少放敵法大部分都是換刺 那扣掉換刺之外其實還是有很多跳板可以直接跳上去 所以雷卡隊在偷襲上面 是非常的好用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場 那 這一場我先來暫停一下 這場比較特別是我放的是藍胖 那藍胖這個位置可以跟雙頭來做互相的搭配 因為你放藍胖的話效果是 前排多個比較硬的肉盾 好處是比較硬 但是缺點是 你的電魂會比較玩死 各位我們電魂 他出來就是負責死的 他除了出場給幾個雷元素之外 他就是要來死的 所以想辦法 越快死越好 所以放一個藍胖之外其實是有點跟 閃電魂我覺得有點相衝 所以後來我把藍胖這個位置都放雙頭龍了 那當然這場有獲勝了給大家看一下 那藍胖放藍胖的雷卡隊 也還可以 但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強 我剛退出戰鬥對不起 再給大家看一次 對那給大家看一下雷卡隊的一些打法 開場基本上你看叫出火元素 這個就是很尷尬 火元素是我們最不想要的 那這邊再叫出一個加速 也不太好說真的 先一個火元素再一個加速 但加速比火元素好一點點我覺得 好開始來了這邊一顆隕石 然後呢開始放大絕了 這邊卡爾能量回的非常快 再一顆隕石 你兩顆隕石了 這邊藍胖被解決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的閃電魂太晚死了 所以娜家還要他的一個控場 睡眠有睡到 這其實這是 這不是我們不允許 不允許的 所以其實在睡眠才會說什麼 才會說為什麼為什麼要換成雙頭龍 雙頭龍多一個控場 而且電魂可以早點死 你看到這個電魂現在才死 連光法大絕都唱出來了 不過這場的獲勝是因為放了太多顆隕石 你看這邊再放一顆隕石 後來的 後來的元素球太順了 太多顆隕石 再一顆隕石 6顆還 6顆還7顆隕石 這個很誇張 我給大家看一下到底多誇張 連到這邊卡爾 16萬的輸出 但這不是天天在過年 基本上你不要期待卡爾每場都有超過10萬的輸出 這個是 後來元素前接的很順 前面接的不太順 後來的很順 那給大家看一下標準的 我認為標準的 也不算標準的我自己的雷卡隊比較喜歡的打法 這邊暫停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 電魂放在第1位 然後原本在前面的藍胖拉回來了 藍胖放在雙頭 改成雙頭龍 那這樣子的話電魂就會很早就死掉 那很早就死掉 這個差異在哪裡 你看到對方 你看對方包括了雙頭龍是共產英雄 全能如果讓他放到大絕 他會整隊都變得很硬 那巫妖如果讓他放到大絕的話 我們血量會掉很快 所以我要想辦法讓電魂 趕快死掉 這樣他前三個英雄 其實放不出大絕了 放不出大絕了 我們繼續戰鬥 我們來看一下電魂 很早就死掉什麼效果 當然 他死掉之前 還是會提供蠻多顆的雷元素 所以效果還是到了 這邊開場先來做一個衝擊波 還不錯 壓縮一下陣型 然後打斷一下動作 然後再一顆隕石 這邊還算順利 然後這時候電魂就死了 你看這邊修補有放到大 沒關係OK的 修補放到大OK 重點是控場 技能不能放出來 好的 死掉能量被炸 接我的 再接我雙頭龍控場 這邊看到全能 雙頭烏妖都沒有放到招式 烏妖已經死了 全能也死了 基本上這場就贏得 蠻輕鬆的 而且這一個 玩家他的一個牌位 還比剛剛的牌位 還更前面一點點 那這個才是比較正常的輸出 就是主力輸出 還是靠 雙頭有不錯的輸出 然後鳳凰卡爾也有蠻高的輸出 那 這個藍貓就 看臉了 藍貓看臉 對 那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別場 我後來打這場有打到 第一名 不知道為什麼他 他放 他第一名是用這樣做防守 可能是他們自己在 在借位 那給看一下這一場 這位 這位玩家是用兩位覺醒的 英雄 然後呢中間放一個控場 然後法系跟小黑來做 沉默跟 這個 你看到這邊又閃電冤魂又炸 炸下去之後這些大絕很難開出來 幾乎是開不出來 而且開不出來就算了 他快要開出來的時候還會再接雙頭的控場 所以基本上就很順的 直接整波就帶走了 而且我要再次強調我的藍貓 然後還沒有滿五星喔 而且技能還沒點滿 這應該要更痛的 可以看到這一邊的輸出主要還是靠召喚斯卡爾 但是你可以看到另外幾隻也是很重要 那 閃電魂他就是來自殺的 他就是來自殺的 那什麼樣的陣容打不贏呢 基本上我為什麼會被剛下來 基本上什麼陣容打不贏 要試打啦 就是我用我的卡爾隊去打 任何有幻刺的隊伍基本上幾乎是打不贏的 因為幻刺很快就滿能量 直接切你後排 把你的卡爾切掉 整個核心輸出就沒了 所以基本上有幻刺的隊伍 或是有敵法的隊伍 雷卡隊是 是被克制的喔 所以不要去挑這樣的隊伍打 挑這樣的隊伍打基本上就浪費 次數 你看到召喚斯直接被秒掉 召喚斯的閃避也不高啊 我記得那邊幾乎沒有閃避 你看跟電虎幾乎都直接死 這邊對方玩頭勝 一直都沒有死 對 好的那我剛後來也是被 被鋼了一下 現在第幾名 還是第六名 還是第六名 他用什麼打我來看一下 K卡的狂打我 而且這個有幻刺喔 因為我的防守陣容是國家隊 那沒什麼好說 那應該是有閃避有閃到 我們再來現場打打看 這邊小城剛剛已經打過 看一下 這個隊伍我不確定打不打得贏 因為放的是惡魔巫師 我們打打看 有機會打贏 因為沒有幻刺是有機會打贏 我們用雷卡隊來打打看 我們直接Live打打看 那如果沒有打贏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檢討看一下為什麼沒有打贏 那基本上只要電魂即時的死掉 惡魔巫師大絕是 放不出來的 但其實惡魔巫師大絕就算放出來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 招這個沉默術士 因為法系隊伍我還是最怕沉默 好的這邊 還不死 快死 好死掉 這邊 這邊應該有一陣子他們大絕放不出來 接控場 應該有機會 然後再做一個 再來一顆隕石吧 瓦伯這邊可能會叫到火元素 冰牆還可以 但是他們要開始放大絕 不過藍貓衝到後面去 哇這邊沉默有點尷尬 不過鳳凰在蛋的情況下沒有被沉默到 那應該還是贏 所以基本上呢 只要不是換次用雷卡隊來打 都還不錯 乃系隊伍有的時候 乃系隊伍的話 要看電魂石的速度 但是基本上這樣的陣容還是打贏 所以有打到第四名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電風競技場吧 這個電風競技場 剛剛被打下來 那 給大家看一下戰鬥內容 那 不過基本上前十名競爭很激烈 給大家看個 看個幾場 你看到 電風競技場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牌陣 第一個就是雷卡隊 那當然是防守放在隱藏的位置 因為雷卡隊放在第一個位置 那太好針對 我用敵法 隨便敵法的物理隊就可以直接切掉 所以雷卡隊一定要放在二三隊其中一個位置 所以呢 雷卡隊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英雄陣容跟我們的 其中一個國家隊是完全沒有重複的 所以說 因為很多人有的時候我在一般競技場是完整的國家隊 但是到電風競技場可能不得不被拆成兩隊 那這個時候在防守上面或在進攻上面會顯得比較尷尬 而雷卡隊他的因為 隊伍的視性 跟我們的比賽國家隊是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可以看到這兩個隊伍是非常陣容 很完整的包括我們的 經濟場的國家隊包括雷卡隊 然後呢 這邊這個隊伍最終應該發展成一個乃系的隊伍 四寶一的幻翅 但是還沒發展起來 因為我全能跟幻翅都還沒有覺醒 死期 死期有練 那這邊沒有擺上來 給大家看一下用這個隊伍來做進攻 有什麼樣的一個好處 你可以看到我一樣是用 這個是一樣比賽 不是比賽 競爭 進技場國家隊 那技場國家隊最後一個位置放的是小黑或是光法 你看我們用雷卡隊來看一下這個replay 基本上一樣的套路啊 就是電魂給幾顆雷元素 然後呢電魂就死掉了 那電魂死掉之後呢 對方控場 技能放不出來 控場技能放不出來之後再接我雙頭的控場 比賽就結束了 但如果 不幸 電魂狂閃避 的話呢 我機率比較低啦 你看猴子大學放出來無所謂 只要 電魂死了之後呢 你看沉默術是跟這個 納加海妖的控場都沒放出來 只要控場沒放出來基本上比賽就贏了 對因為 兩個前提啦 控場沒有放出來 然後呢 他的一個切後排的英雄 像冠刺或敵法 沒有這樣子的英雄的話呢 雷卡隊是非常強勢的 對我們可以看一下數據統計 這邊依舊 這場是鳳凰比較高輸出 8萬多的輸出 然後呢 卡爾依舊有6萬的輸出 對 再給大家看一場吧 這個 這個是 巔峰機場也會有人放 就是前面有簡單的 坦然後呢 控場 這也是控場 然後 兩個法系的輸出 基本上打這種 變體的法系 帶一點控場 雷卡隊都很好笑 都是一樣的套路 那我最後還會再為各位分析說雷卡隊 他除了在我放的 魯克雷 當中 顯示出一個強大的偷襲的效果之外呢 他在組隊上面有哪些好處 你看到那邊開場 還是電魂死了之後 你看這些控場都放不出來 那加海要直接 喔這場有放到沉默 那就算有放到沉默 只要我的血量夠多 基本上 都還是有機會的 還是有機會 所以其實 但是放到沉默之後就 就有點危險了 老實說就有點危險 但是其實鳳凰跟藍貓 還是有不錯輸出 而且 要看後面啦 要看後面卡爾接什麼球 這邊接了一個加速之後呢 再接一個衝擊破碎 這邊應該可以把 沉默術士秒掉 對 那這裡再放一個玉石 好沉默術士倒了 然後這個骷髏王是第二條命 也快倒了 這一邊要趕快 喔光法大絕還是沒辦法把我秒掉 因為卡爾的血量很多 對 好這邊卡爾因為有加速 普攻也是很快 所以馬上又叫出了一次的大絕 好的那這邊可以看到 雷卡隊的效果還是非常的不錯 但是 雷卡隊幾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 他在防守是很做的 所以呢 我在低風競技場 你絕對不能擺在 陣容一 因為被看到 這個是要再次強調的 那在競技場當中 你的防守隊 我覺得用奶系 或是用國家 其實用國家隊很容易被針對啦 用奶系加換次來做防守 我覺得都比較好 所以雷卡隊最大的缺點就是 不能 拿來做防守 競技場不能擺在第一隊防守 而一般競技場 是不能拿來防守 但他的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他只有一隻覺醒英雄 各位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差異 就是如果你在新伺服器 你本來就有卡爾 而你們伺服器人 開始陸續要覺醒的時候 今天我的 一般的國家隊 要 納加海要跟藍胖 要兩隻覺醒英雄 但是我的一個雷卡隊 只要一隻覺醒英雄的時候呢 其實對某些人來說 他的需求是比較低的 當然有些人 你不是課金玩家 你根本不會有召喚是卡爾 那連雷卡隊 那連提都不用提 不過我想 如果你沒有召喚是卡爾 你應該不會把這個影片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對對對 那所以其實 他只需要一隻覺醒英雄 而這個陣容需要兩隻覺醒英雄 對某些玩家來說 雷卡隊反而是比較容易組成的 那有些人就疑問說雷卡隊會不會只強一下下 各位並不會喔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伺服器的一個 狀況 我現在在34幅 那我們伺服器的前幾強 基本上呢 他的英雄覺醒數量 呃 都大概5隻以上 我自己排第5名啦 我有6隻 但是大部分都5隻以上的覺醒數量 代表的是說 這個伺服器大家都很多英雄都覺醒了 而即便如此雷卡隊還是可以 很有機會的直接打到前10名 打到前10名 而且再次強調 我的藍貓只有三星 所以其實 我覺得雷卡隊 這也是為什麼雷卡隊在 中國的一些影片 中國的經濟場 中國伺服器的經濟場 都是這麼樣子的一個出色 也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那我是主播角妹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